陳臃文畫 董事件 我們這樣子坐著看 可以看到整個台北市的夜景 有一種在城市中 有得找到一個年輕的感覺 來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丁丁 你們一定猜不到我現在在哪裡 當然 可能有人知道 但是你們一定猜不到我等一下會去哪裡 跟你們透露一下 我們要去的地方是一個 非常頂級的房間 而且 她的佔地平數有 114坪 直接遠跳整個大台北的夜景 以及101卖個關子 等一下我帶你們上去看一下 到底今天晚上會有什麼樣的東西 呈現給你們呢 Let's go 好啦 我們到囉 跟著我進去看看吧 這裡就是WHOTEL的總總套房 還位於台北市信義區的核心地帶 就是市政府捷運站出來右轉走一走就到啦 它這邊的占地面積大概110坪 分別是29 30樓的挑高設計 110坪這麼大 對啊 就110坪這麼大 而且你想像一下假設你今天能夠住在這邊 你能得到多少的美好的回憶呢 我們其實在浴缸創造的回憶 我也是這麼覺得啦 這邊基本上都來壞壞的啦 沒有人是來這邊住的啦 那你今天是第一次嘛 初體驗 對 我今天是第一次初體驗來這邊 我快要忍不住我這個興奮的感覺 可能會有點雀躍 各位也習慣一下 太興奮了 OK 好 走 GO 進門第一眼看到就是這個大客廳啊 哇 這個東西大到我其實也會有一個錯誤就是 我不知道坐哪邊 坐哪里都離電視很遠 電視真的是蠻遠的喔 要不是我視力2.0可能看不太到 一開始覺得這個椅子可能沒有整靠會不舒服 但其實真的不會降低 它這邊做了一個很像有點像軟骨頭的設計 其實比我想像中的舒服 看著電視然後翹個腳 我們看一下離電視多遠 電視目前30米吧 那基本上我過去可能過來還要小跑步 對 不用擔心 還是樓上其實望遠鏡是拿來看電視用的 我覺得樓上望遠鏡應該是用來 虧視隔壁留下那個大街上的女X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像這個椅子我一直很好奇 因為它放在這個窗邊這邊 會讓我直接想這樣子 這樣靠著 然後旁邊如果有一個 職心好友不一定是妹子 棒子你也可以 棒子的話可能我要請他轉另外一個方向 不要看著我 那我們這樣子坐著看 就可以看到這個整個台北市的夜景 你們知道台北人啊 每個人步道都很快 可是你在這邊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其他面的東西弄得特別慢 有一種在那個城市中裡面 找到一個寧靜的感覺 我們抓緊時間再去看下個點 這邊一進來啊 它側邊就會看到這個 直接幫你把所有的環控市場 街頭都做好 都安好在這邊了 那這個電視在旁邊其實我覺得有點壓迫感 這應該有五六十平以上 五六十吋吧 五六十平的電視聽起來超大 我覺得應該至少有六十吋吧 遠遠的看它很舒適 可是近看其實這麼大的螢幕 會讓我有點壓迫感 最經常的部分要來囉 跟著我走 看到了嗎 101夜景 直接俯瞰 這個房間進來 你只看到整個牆面 對外的 全部都這種大落地式的設計 我覺得這個夜景的感受 以及看的101 還有旁邊那個藍山大樓 哇 整個大台北都在我手中的感覺 這個舒適感已經不是用爽可以形容了 視覺效果真的是無與倫比 等一下前面還有一個東西 我剛剛有稍微試做一下 看到了嗎 這邊有一個很神奇的吊槽 它的擺動幅度不大 但是你可以在上面輕鬆的坐著 然後享受旁邊抱著你的愛人 然後有輕微的晃動 雖然現在旁邊沒有人 可以有可以有 有人嗎 來 假設旁邊這是我的愛人 我就在那抱著他 晃著晃著 如果你們累了 就直接 倒著 然後跟著這個幅度一起繼續游 好像有一點開車了 不行車速太快了 它的落地窗已經是在完全建築邊緣 如果你有恐高的人 懼高症的人 還是不要靠這個落地窗太近 它的高度畢竟二九三十樓 離地是蠻遠的 上面就會腿軟 這邊一進門的右手邊 還有一個神奇的大餐桌 應該是檜木或幼木之類的 因為它有上鍋蠟 那這個桌子坐起來的時候 其實 我自己是沒有非常非常理解這種設計感 譬如說我現在坐下來 有沒有覺得我被頂到了 有一個又粗又長的東西頂到我的肚子上 所以有時候 藝術跟設計啊 它並不一定要是實用 你要遇到的是一個懂得欣賞它的人 這就叫藝術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客用廁所長怎樣 它廁所燈光設計偏昏暗的 然後你看一進來 它的馬桶蓋會自己為我而開 它這邊完全的廁所設計是一般比較不容易看到 因為它是整個角錐型的長方形設計 它這個方方正正的做上去其實我會覺得 腳可以打得比較開 欸 這個是很有道理的 然後它旁邊這個免治馬桶都是全數位的設計 好廁所好像不需要特別深入的介紹 我們趕快換下一個點 登登 這裡就是我們的大廚房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廚房有什麼呢 基本的配備啊 冰箱一定要有的 雙門大冰箱 它這邊還有一個很稱之為沖泡區 它這邊裡面的鍋啊 都放在這邊 你可以直接拿出來這邊泡 它這個 唉唷唉唷好冰啊 然後下面這個 它是一個置物櫃 你可以放一些基本的餐具或調味料 上面這邊可以放的是微波爐烤箱 因為它有每個插座可以直接插進去 它這邊的配置台啊是非常的大器的 因為它除了這個水桃之外 旁邊還有一個滿滿的準備區 像你看它都會把這個所有的很像居家送進去準備好 這個可能是以防真的有人或是有貴賓要來這邊入住 可能住一個月或是半年 因為像我們一晚根本用不到這些東西 它這邊有一個中導的部分啊 中間有一個很大的烤箱 好這個大玻璃鏡 這個也是成為房間 一致下到我的經典標配之一啦 空間的延伸感 是空間延伸感喔 我以為是來嚇人的 帥哥 它這邊是一個IC電磁爐 它就是有五個口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自己自行烹飪跟調煮 如果你要沖泡的膠囊咖啡啊 可以直接在這邊做沖泡的動作 它這邊都幫你準備好了 好啦那我們現在就來到它的餐廳啦 它這邊的餐桌非常的大 可以容納十個人的座位 你可以在這邊坐著跟大家聊天 分享我們的美好的夜晚以及食物 說到餐桌這種大的地方 一定會有一個另外一個讓我們驚豔的設計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邊的酒窖長怎樣 好啦那我們來到了它的酒窖啊 它的酒窖的設計其實是蠻可愛的 因為小而巧小而精啊 那如果你想要喝的話 你就直接把它拿下來 把它開瓶 你就可以直接當場享用了 那這個酒窖其實裡面蠻冷的啦 建議不要在裡面呆太久 通常那個打完籃球太熱了都建議進來 可以啊 如果你運動完在這邊吹個冷氣 放鬆也好把汗流乾 好啦我們結束了我們的酒窖之旅之後 接下來讓你們看一下這邊的客臥房吧 首先一進來這邊客臥房你會看到這邊一個門板 十分大氣的衣櫃就展現在眼前 然後旁邊這邊有一個行李箱的置物架 這邊就是它客臥房有兩張雙人床 它是屬於沒有加大的雙人床經典小款 它這邊其實有點像商務旅館的房間 但多了一些其他的設計感 這椅子其實很舒服 但這個床就對我來說有點短了 因為我太長了 它這邊夜景也是可以直接通過這個空置啊 OPEN 一邊看書一邊看著夜景 好不快活 它這個中套房的設計概念就是自由自在 讓你不會有任何的拘束 你看你怎麼會想到那個房間裡面會有這個 請問誰住旅館飯店 會自己帶調酒師過來 它這裡有啊 Surprise me Surprise me 1到100請給分 相信我100分 摸起來的感覺 軟硬度都適中 我覺得這個可以 看這邊有一個很大的玻璃鏡 它是讓你梳妝遺容的整容鏡 你可以把旁邊兩邊側起來 等於說你的四個面向都可以透過這個三面鏡子去 輕鬆的去整理遺容 接下來我們進來這邊是它的預測 飯店的總總套房啊 它通常只有主握會有浴缸 但它的客房這邊也有浴缸 它客房有四個 請問四個人要如何泡一個浴缸呢 值得想試一下這個問題 它從那一側進門那邊有一個大衣�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小衣� 讓你做使用 然後這邊有一個門拉開之後 它可以讓廁所預測完全跟形式隔開 緊接著我帶你們往二樓主臥室的位置去看一下吧 走上樓的過程啊 你會覺得它的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實 因為它雖然是木頭地板 它的木頭是石木 所以走起來感覺特別的沉穩 那這邊的地板它剛剛我忘了講 它全部都是木頭地板 木頭地板的特色就是 可以讓你的溫度不會忽高忽低的 即使在冬天啊 你光腳走路它也不會過於冰冷 這邊二樓的時候 這個設計其實是很特別的 因為它除了可以看到夜景之外 它還可以同時看到整個一樓的大環境的平面 你可以同時有雙重的視覺享受 二樓它有個專門的設計 它放了一個望遠鏡在那邊 它是讓我看什麼呢 絕對不是看夜景吧 肯定是讓我看樓下的妹啊 它跟一樓一樣 全部都是落地的玻璃鏡 然後你在這邊看這個神奇的望遠鏡 我看一下到底能看到什麼東西 真的可以看到辦公室的窗戶耶 28歲 紅色的 別鬧了 搞不好有時候如果今天有流星的話 會不會也能看到流星呢 它的二樓這邊還有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就是它每一邊有一堆很可愛的藍骨頭 小時候最喜歡看到這樣子就是幹嘛呢 二樓的這個區域 是我覺得這個套房裡面最神奇的設計 因為它的風格以及它的設計感 跟剛剛那一側以及樓下完全不同概念 首先它這邊有一個很像就是Tanami的感覺 你知道這感覺做起來像什麼嗎 拉拉丁神燈 不是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韓劇啊 大長巾那種古代帝王啊 都在這邊 這感覺是很好的 品銹 它的床很特別 它二樓呢 樓空的 你可以直接就這樣子 就是躺上來變個大字形 它是完全沒有遮蔽物的 那這個設計我覺得比較風格大膽 有點像汽車旅館的感覺 這一半邊的設計比較偏向於響樂型 娛樂型的 這個浴缸它也是在中間 是不是跟樓下那種比較保守的風格不一樣 你就直接在這邊坐著 洗著澡 你可以讓水是流出來 你中間在洗澡泡澡 旁邊還有一個川流不洗的感覺 你很懂浴缸 我很懂浴缸 因為我常常泡澡 可是都一個人泡啊 我希望有人可以跟我一起泡 這個是兩個人泡的設計 這個應該可以泡個四個人沒問題啊 來啊 你看我住在裡面 這是船吧 還是棺材 叮叮到此一遊 這個地方還有按摩浴缸 它旁邊有大概十個孔 可以噴出水柱 它有一個你洗澡前 可以想像運動的時候 你就可以上來踩這個腳踏車 我想問一下 我邊看著夜景 我邊運動 這感受你們一般人會有嗎 而且這邊的這高度啊 有一點高啊 我身高1米92都快踩不到地了 到底這是給誰啊 巨人做的嗎 看到這個嗎 我後面什麼 淋浴間啊 它的淋浴間 既然是直接無遮蔽的 這裡這個設計其實蠻奇葩的 我現在進來裡面 洗了澡 一身爽朗 帶著我的30公分 靠在窗邊 讓大家欣賞 隔壁東的望遠鏡 這個時候就在看你 有道理 一開始我來啊 我以為這個是什麼 你知道嗎 這個放什麼牙刷架啊 筆架 其實不是 它居然是 水龍頭 你敢信 然後其實一般很多飯店的 那個衛浴設備 它沒有這東西 但我覺得這東西 設計出來 算是蠻貼心的 就是它有一個椅子 可以讓你這樣子 坐在化妝台 就是預測前面這樣子 洗手或是掛骨子 這個我覺得 可以給它加一個分 然後它這邊充滿了 許少多的繁華地毯 還吸水地毯 就是怕你的住戶啊 或是客人在裡面受傷了 這邊就是跟這邊不一樣 這個半邊就是磁磚地了 我們剛剛說的都是木蚊地 這邊磚地的話 它比較冰冷 而且碰到水會容易滑 這邊的廁所也是蠻奇葩的 它一樣是這個自動開放式的馬桶 但是 最奇葩的不這邊 我關起門來 你看不到我 可是另外一邊 它這邊 中間還有個縫 等於說我可以讓別人看到我這邊拉屎 那我會傾向啊 就是直接這邊把它燈子打空 大家可以來看啊 剛剛看到這邊是覺得蠻有趣的 一開始覺得它很漂亮 但進去之後射手 我發覺哇 這邊竟然真的是完全是透明 這個房間 就是一般比較大的套房的標配 就是三溫暖 這邊其實在裡面 你會覺得蠻舒服的 因為它有滿滿的木頭的味道 它不會是那種只有蒸氣的悶熱感 它居然還有一個 馬殺機式嗎 就是三溫暖泡完之後 來這邊可以躺著 我們再來往裡面看啊 這邊你會以為有裡面對不對 我也以為有裡面 你不知道的人從這小度看 你以為它是個門啊 它可以往裡面走 結果走過來的時候你會 哇靠 哇靠 怎麼帥哥在這邊啊 你出來啊 這算是衣服的梳妝間 它這邊就很像你在等待 裁縫師或是什麼 幫你準備好你的衣服 金牌特務 對就是有那種那個 Kingston的感覺 一般的梳妝間 可能是有女生的化妝鏡啊 或是有那個補光燈啊 很少會有飯店或套房 是有設計這種 比較男性化 專屬於男生的衣物間啊 你還會看到 這邊竟然有一個椅子 我又開始很好奇這個設計啦 這邊有點像是辦公桌 讓別人辦公 這邊還有一些設備 然後看看電視 其實感受還不錯 它的view啊 可以直接看得到電視的全貌 也不會擋到浴缸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所有的環境 其實這半邊你會覺得 它這邊是非常的open 然後每個環節都是讓你覺得 好像來到了一個 無邊界的 汽車旅館的感覺 只是如果你想看 床上在幹什麼 你可能要 趴起來看一下 對 如果你有需要一些客房服務啊 它這邊也可以直接讓你去做使用 那接下來我要感受一下 我們還沒感受到的 它的床到底舒服舒服 你是怎麼評斷一個床舒不舒服 首先試試看它的軟硬度 回彈力 回饋力夠不夠 第二個 它摸起來的感覺 因為其實棉被啊 跟枕頭它的編織的感覺 你都可以用手去感受到 那它的床的軟硬度是屬於偏軟的 你看我手輕輕壓 它就會要凹下去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稍微硬一點的床 就是不要太軟也不要太硬 比較適中 那這個它是偏軟的 好啦 那這一次我們為你們開箱的 就是W Hotel的總統套房 我記得沒錯的話 我們入住的 價格大概是 含服務費大概是17萬左右 下一次你還希望我開箱 什麼樣的飯店或是旅館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再找時間帶你們去看喔 大家掰掰